军武遂灭 军民伟众的节日 随着大任委屈 纸牌屋乘出江湖 为那件耳鱼窝扎的攻斗器 在森林无等纯纯良民 探尾官职 剧中再次出现了 那个已经在无数电影和剧集中出现过的 位于白宫下面被重重保护起来的作战指挥使 在这里 无论哪位总统大人都对于 号称男性第一的美军拥有至高无上的指挥权力 大到发动袭击 小到暗杀 只要坐进白宫 权金上下便誓死效忠 这感觉恐怕是每个权力熏心的同志们都梦寐以求的吧 那么在现实中 美国总统对军队的指挥权真的有这么大吗 时光回到美利坚先行建国的时代 在牛逼山人的宪法里 关于发动战争的权力是这样规定的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 国会有宣战的权力和军费的拨款权 相比国会的权力有比总统的看起来小得多 宪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 总统是美国武装力量总指挥 总统没有发动战争的权力 只能在战争发动后指挥战争 这样的安排是为了防止战争的发动者和指挥者是同一人 可以杜绝独裁政府的产生 而这套相互制约的规定也伴随着美国一路前行的20世纪 二战爆发后全世界陷入战争阴霾 刚刚拯救美国摆脱经济危机的罗斯福 希望尽早参战占据主动 但国会并会与总统站在一起 1936年8月20日参议院仅用25分钟的讨论 就投票通过了一项妥协法案 规定对一切交战国实施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的强制性禁运 禁止美国船制向交战国运送军火 授权总统不保护乘坐交战国轮船旅行的美国人 这几乎杜绝了一切总统发动战争的可能性 直到珍珠港事件后 罗斯福在说动国会宣战 二战结束冷战又齐 上午的美帝坐上世界警察的宝座 出于建在弦上的对抗需求 加上几位建立功勋的武将坐上总统的宝座 国家开始倾向将更多军事权利交给总统 1964年8月2日 位于越南海域的美国驱逐舰 受到三艘鱼类艇袭击 战斗人员独自做出反击的判断 瞬间轰飞了小艇 两天后军队再次报告受到对方袭击 北约石口否认发动了第二次攻击 数小时后 林登约翰逊总统 下令对北约基地发动报复性空袭 当晚便发表电视讲话 声明应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维护美国的武装力量 在不到九个小时的时间里 美国国会便高票通过东京湾协议 东京湾协议规定 总统可采取必要手段 击退任何对美国军队的袭击 这给了总统极大的权力 也侧面导致了越南战争的全面升级 但在2005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内部文件解密后 人们才知道 根本没有第二次越南人的袭击 放任总统权力做大 不是号称民主的美国可以接受的事 1973年感到权力被削弱的国会抓住了机会 有消息称 时任总统的尼克松在越南战争期间 曾对柬埔寨进行秘密轰炸 却很遗憾地没有通知国会 于是一份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力决议沉上台面 虽然被尼克松否决 但10月7日国会投出三分之二的赞争票 超越否决权 这份决议看起来就像是家长给熊孩子的约法相当 战争发动8小时内 必须向国会提交报告 出兵总时长不得超过90天 任何时候国会都可以停止行动 总统要尽可能提前跟国会汇报行动 必须每隔6个月汇报战争情况 这场关于权力的博弈 再次交锋发生在911之后 本阿登让长久为被打击本土的美帝破了除 我以前擦掌的小布什做好了反击准备 但打击的对象却是早看不顺眼的萨达姆 还搬出了12条理由说服国会 包括拥有生化武器 藏匿恐怖分子 宪法授权 促进伊拉克民主进程 各国政府要求萨拉姆下台等等 于是授权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决议案 顺利通过 该议案授权总统 直接使用一切合适的方式 包括动用核弹在内的武装力量 保卫美国利益 或执行联合国决议 总统与国会关于军权的博弈 也远不止以上这几位 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去了解更多有趣故事 时至今日 美国总统的军事权力越来越大 虽然争议一直不减 但从军事执行的角度确实提高了效率 现代战争要求隐蔽 决策迅速 作为最高指握官的总统 如果需要进行复杂的国会程序 那么战绩必然已误 同时可能发生国会成员泄密时间 但把一个国家动物的权力 集中到一个人手中 就如同把国家命运交给了总统 若总统是个谨慎的飞体 每次开枪还会三思 若总统是个狂偶的欧体 你总会担心 还不放心扔几个导弹会带来什么后果 正如剧众 拿老辣的大咖坐上高位 人们还会相信总统 就是为了保护你而存在的吗 那是正确的 我们不承认到恐怖 我们制作恐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